再一個部分就是說 有關於全球政局的動盪 明年接二連三 政局動盪 比如說政局動盪 我們最看到的就是說 比如說之前有埃及的 比如說什麼 莫莉花革命 接二連三 台灣有太陽花運動 然後再來一個 香港有雨傘的學運 在明年這種 有關於政局的波動 我覺得是所有 領導人的一個挑戰 因為這個冥王心 它代表變革 它代表反抗 那這個反抗 其實就是群體之間的 對於政府的一個抗衡 所以我覺得所有的為政者 在明年要特別的 我記得你 辛苦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看了 2015年是如此 2016年有一個現象 就是說天王心 原來我們說2015年 天王心在第一宮 2016年就是選舉年了 2016年天王心在天頂 天王心它代表改變 也代表變化 所以我覺得從現在此刻開始 一定的 2016年一定要換總統的 因為日期滿了 但是還有延伸性的問題 我覺得大家從明年開始 要接受一個可能變局的準備 你是說男生變女生 是的 明年嗎 明年 從明年開始 明年開始啊 明年年底就開始選舉活動 然後到2016年 你勢必一定要換 2016年就交接啊 現在是這樣 有可能明年底會選立委 因為我們的立委其實本來 因為任期到1月30號 立委不跟總統一塊選嗎 原本是前一年年底選嘛 那2012年是馬英九認為說 這樣子合併選對他有利 所以他把它改了 那因為在立法院現在在審預算 審明年的預算嘛 他覺得分開對他有利就分開嘛 他覺得合併對他有利就合併嘛 關他什麼事啊 明年沒他的事啊 其實2008是合在一起 2012也是 然後當時也是兩邊都分開 2008是分開 我說預算分開啦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這樣 沒有辦法說服啦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都搞九合一了 你受到所有把它分開 對不對 好 那 等一下 那我問你 2015的年底 是什麼時候會選2016總統 如果正常投票日 應該是2016的3月 嗯 廣年都是如此 但是如果 合併一年是提前耶 對 如果要合併 我們202年是1月12號 合併選的話 就必須在1月30號之前 因為卡到立法委員任期的關係 你就必須在1月30號之前 那我認為馬英九絕對不會提前到 1月30號就選總統了 那就分開囉 不是 因為他會提早跛腳 對啊 那就只能分開了 對 他只能看守啊 對 那這個今年的1月 喔 時間就這麼短 那三十車就用總統府 到現在 已經要一年了 9個月了 那3月份是血運 4月份是緩和暴力被驅離 5月份是政捷 6月份是張志軍來台灣衝突 7月份是澎湖空暗 8月份是高雄氣暴 9月份是地溝油 地溝油 還有殺警案 對 對不對 那現在已經是10月了 10 11 12 剩3個月 一定正貌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好不好 我們用討論牌來看一下 但是我是覺得 因為現在就是剛好是國慶的時間 大家都是比較會出遊 或什麼之類 那我先講一個天體的現象 在10月3號到10月25號 這一段時間 剛好是整個10月份 它是走到一個水性逆行的一個狀況 那水性逆行呢 其實是不利於這個交通出行 已經出門了呢 你先講 那現在機票都遞好了 對 三天 那就是要注意一下你的回程的那個航班 或是住宿飯店 諸如此類的 所以整個10月份就是交通要注意 你剛是說到10月25號 到10月25號 是水性逆行的時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 出遠門的要注意 那我們就接下來幫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這個未來的三個月 就倒數100天了 就2015了 看看就是整體的運勢 有沒有大家要注意的部分 那我們是鄭大哥來抽牌 好 來 那我就也怎麼樣抽 左手放上來 左手放上來 來 切牌一次 我願意 蛤 不是喔 不是你願意 沒有 你應該說 我宣示 等一下我講的都是事實 好 來 切牌一次 來 先放牌 切牌一次 對對對 好 來 這樣可以了 好 我們來 請鄭大哥來抽三張牌 來幫大家做一個提醒 抽三張牌 對 就是所有的觀眾朋友 好不好 對 台灣啦 接下來三個月 台灣平不平靜 會不會平靜 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張牌 抽到的是這個是保健的 三號的正牌 第二張是保健的騎士的盜牌 第三張是這個 是權杖的六號的盜牌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部分 是第一張 它是一個保健三號牌 它戳著一個人的心臟 是的 所以這張牌如果問台灣要發生 哪些要注意的事情 這張牌其實是一個危機 是一個危機 還有事情嗎 是的 這是一個受傷的意思 那我覺得如果是以 不管是公司行好經營者 還是政府的這個為政者 特別要注意就是自己人戳 自己人的事情 這個不用沒得注意的 這是每天在發生的事情 已經戳了好久了 已經戳了好久了 我們提醒觀眾朋友了 好啦 但是這個 現象太普遍了 太普遍了 那在另外一個部分 大嗎 這個事情就是說 如果它可大可小 可大可小 但如果是說 就一般的事情 小民的生活來看 或者是台灣的這個 我們以社會新聞來看 有關於這種謀殺暗殺 或者是這種糾紛 這種情殺財殺的糾紛 我覺得還是要注意 這樣的事情 可能社會新聞會 這可以解讀成 類似什麼 馬英九戳王建平的 這應該 我看一下 那我看一下 上面有寫喔 上面有寫嗎 沒有 這是一個就是說 對於建平這張牌 它是有一個 它們兩個是不合 大家都知道的 這張牌是有一個神話故事 它是謀權的意思 奪權 把他給殺了 然後奪取權力 類似 還是說會有 比如說執政黨代理黨 哪一個政黨摔一跤 受殺 不會 這是一種就是說 自己人說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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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謀奪權的意思 就是給政府經營者 或是公司航行經營者 做一個參考 那後面兩張牌 我覺得就是整個氣氛來講 就是說整個台灣目前的氣氛 我覺得整個景氣來講 就是有點低沉 有點鬱悶 就整體來講 民心有點鬱悶 不愉快 所以整體來講 未來這個三個月 倒數一百天 2015年 我覺得大家自己要找樂子 要打防當然不快 自己找樂子 真的自己要去找樂子 那這個大事呢 你怎麼看 我是要占卜還是 就是到年底之前 到年底其實我剛剛說過 整個運勢已經提前了 應該把去年 把我們說的這個 103年的災難 幾乎到了秋天之後 都已經做個交接了 就結束了 我認為 已經在走明年的運 已經這麼多的地震 類似疫情 已經要注意到後續了 最重要是水餓 我認為是 要接近水的地方 要稍微注意 水的地方 去年是火 南部的火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是不是占卜到一個火 南部就大火了 這卡了一個神奇 那水的事 可是到冬天 現在到冬天就沒有什麼颱風 海洋航運 包括近海的居民 要注意到捕魚的安全之類的 或航海的衝突 兩岸的水槍互相噴之類的 這也可以做 無限的想像的一個設定 跟水有關就對了 跟水有關的 那包括我說的這個 太陽代表夜晚 被遮蔽 遮蔽的情況下 就是我說的 夜行不移 尤其我們說 夜店的這種糾葛打架 打傷人的事件 也是太陽化劑的一個反射 所以夜店夜晚出去 危險的工作 逃海為生的 航海的人 都更要注意到 其次就講 今年有個好事就是 生兒子的機率高 懷孕 生女兒機率小 但這為什麼就叫好事 這怎麼會是好事呢 這事言 你這麼男輕女 這麼歧視 生女孩 我的意思是說 我也沒辦法救你 我的意思是想生兒子的話 今年機會好一點 那今年的話 年長的女性 勸勸想生兒子的女明星 多努力做人 年長的女性身體疾病 比較不堪承受 女性危機比較大 因為太陽代表女性 代表母愛的一個不足 那太陽代表房地產 那我剛說過了 那包括家庭糾紛會特別多 家庭糾紛 對…那種家庭爭議爭執特別多 每年都不一樣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現場 我們這一整集 根本就是在對你歌功頌德 沒有… 我都快要看不下去了 沒有… 明年呢 老師 你去年年初上我們節目 就說今年會有 人禍大於天災 而且說空難特別多 結果果然 這個今年好像 空難… 空難特別多 對… 那你也說會有這個… 什麼… 什麼… 我看… 你說什麼會有… 地震啊… 火災啊… 對不對 果然也有耶 而且你今年年初預測說 農力缺田要小心南方喔 果然高雄也出事 馬來西亞航空也在那不斷 真的… 真的…有人… 不好意思… 你拿什麼好處給小黎 不是啦… 我們一起都在觀察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這個 Round Down是講 Round Down就是本來企劃要寫 那後來呢 張老師他就說 你辛苦… 我來幫你 外包出去就對了 趕快整本Round Down 都沒有提到艾菲爾 不過… 之前我們去年 跟老師一起上節目 他的確是說 今年很多會跟火有關的 其實我們的氣志 其實也負責任了 因為他其實本來寫了 他自己十個有點… 他有把它刪掉一次 沒有… 其實一個大的重點是 我不以算的準感到驕傲 我是希望台灣的人民 能夠因為我的建議 遠離災難 這是我最大的目標 現在不只準 你還有… 每一個人… 正哥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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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兩敗… 那很快就可以讓你一翻兩瞪眼 例如說… 例如說… 算一下年底選舉嗎 好不好 台中… 目前… 台中有人講說是五五波 那有人講說是要… 有一方要讓一方兩萬票 賭盤已經讓票了 OK 那我還是用占卜的方式來怎麼樣 如果以我個人判斷的話 世民學跟生辰八字的話 你要分析一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 胡治郎沒有不好 只是他做太久了 了解我意思嗎 他做太久了 情況下他自己是不是能夠那麼投入 大家是不是要求新鮮感 這部分他是減分的 那是好人 他有說過我是最有水準的命理師 我不忍心講他不對 這樣就面線交易了 這樣就有利益衝突了 他這個讚美我不能說 人性關係啦 但話又說回來了 他在那邊經營 他的名字 他的名字跟他整個流年 馬是喜歡火木相生 馬喜歡土土相生 人中之馬 蘇馬 他這個林佳龍三個字 真的